對 你看之前已經有執政大聯盟 政黨輪替大聯盟 菲律大聯盟 現在多了一個維護高宏安清白大聯盟 連郭董都直接講 郭台銘就直接說了 這太離譜了吧 高宏安要出來捍衛你的清白 我就挺你 那你相對的柯文哲 柯文哲多厲害啊 對不對 侯友宜更厲害 侯友宜只能問他人家說 欸 這高宏安是你怎麼樣 我完全搞不清楚 我根本不知道 各位 侯友宜這次真的講對 可是講對的原因不是他的政治判斷 是他真的不知道 高宏安 要當民意代表 只有一個辦法 就是勒緊褲腰帶 咬緊牙根 就是坐下去嘛 不然誰叫你去坐 那你現在做新竹市長 難道你覺得說沒有啦 我只是詐欺而已 按照黃山灘的講法 他只是詐欺啊 他沒有貪污啊 對不對 那郭台銘在正號背後寫的 不能貪污 下面誇號 詐欺可嗎 侯仲諺他是 炸了五萬 然後判刑三年多嘛 然後之前還有一些例子啦 就是潘淮中台北市議員 他是有認罪啦 然後所以呢 他是設炸三三三萬 但是因為他炸的這些錢 其實都是紅白鐵的支出 所以倒是好像也不是 全都為他自己所用 然後呢 所以他因為有認罪 然後的確不是為他所用 所以一審判兩年緩刑五年啦 然後戴寧 戴寧的例子 我真心覺得還蠻嚴重的 他不認罪 他炸了五百一十八萬 一審判十年六個月 尺多公權五年 而且當初戴寧喔 他在這個審理期間 他是一開始就被壓起來 然後他被壓起來 在這個調查的過程當中 剛好負傷 所以呢 他就戴著手銬腳樓 爬進那個靈堂 也就是說 某種程度看起來 司法對於高鴻安 算是相當的禮遇了 沒有直接把他壓起來 調查期間也沒有壓他喔 然後現在就是起訴而已 你看看人家戴寧 這些學長 學姊的例子 其實是可以給高鴻安 一個還蠻好的經驗啦 就是犯後態度要加 這樣子法律上面 你會比較輕鬆一點 所以要請教一下北辰將軍 你怎麼樣看在說 現在這一些政治頭人們 包括了朱立倫 朱立倫是第一個衝出來力挺高鴻安 打的是什麼算盤 然後柯文哲跟郭台銘 哇 這個時候46萬 小錢小錢沒什麼沒什麼 這樣子對於選舉的影響是什麼 選舉的影響又多了一個大聯盟 叫做維護高鴻安清白大聯盟 對 你看之前已經有執政大聯盟 政黨輪替大聯盟 菲律大聯盟 現在多了一個維護高鴻安清白大聯盟 你看 馬上 讓郭台銘跟朱立倫馬上跳出來 這簡直就是亂判 這要趕快還他清白 你直接這樣講說 直接還他清白 就比黃國昌講的用力多了 黃國昌是兩邊都不得罪 他說這個 一定要給他公平的審判 他沒有說對或不對 他就誤網誤重 要公平 給他公平的審判 朱立倫直接告訴你 還他清白 這根本是冤獄你知道嗎 然後連郭董都直接講 郭台銘就直接說了 這太離譜了吧 高鴻安要出來捍衛你的清白 我就挺你 那你相對的柯文哲 柯文哲多厲害啊 對不對 侯友宜更厲害 侯友宜只能問他人家說 這高鴻安是你怎麼樣 我完全搞不清楚 我根本不知道 各位 侯友宜這次真的講對 可是講對的原因 不是他的政治判斷 是他真的不知道 他真的不知道 因為他什麼都不知道 除了彰彰以外 他什麼都不知道 所以我講他只會用槍八大要領 除此之外他都不會用 另外我講到 還有很多法律人 對高鴻安的這一些事情的停法 真的有趣哦 前台北市的副市長黃山家就說 這太離譜了嘛 這怎麼用貪污呢 這只是詐欺而已啊 哇塞 難道政治人物詐欺是可以的嗎 對啊 對不對 對啊 聽起來也很糟耶 然後國民黨幾乎都不說話 說這根本是政治打壓 來 我們帶著你回溯一下 國民黨的記憶 國民黨在2020年的時候 有一個立法委員姓鄭叫立文 他踢爆了國軍空軍總部的一個炸領什麼 誤餐費 那個主管就說大家都很辛苦 國軍沒什麼錢 所以大家簽個名號 然後這個錢 對 我有印象 一個人炸領多少你知道嗎 210塊 飯錢150 宵夜60塊 加起來210 這貪污啊 這國軍可惡啊 國軍莫無法際啊 你這個官威怎麼不用在高鴻安身上 對 人家210塊而已呢 對 他這個是46萬零30塊 對 那你居然不講話 說這只是詐欺而已 國軍就是罪無可涉 國軍就是罪大惡極 遇到高鴻安就轉彎 對啊 這怎麼回事呢 雙標 對不對 那如果國軍這個案子被判了 那法官還他公道啊 嗯 那為高鴻安沒事啊 高鴻安只是詐欺 他又不是貪污 那為什麼國軍叫貪污 貪污都不對 我講過齁 不要說是210塊還是46萬 一毛錢都不能貪 對 一毛錢都不能貪 有多少民意代表 在助理費上面摘了跟斗 你知道嗎 所以我們進入議會之後 人家都會跟我講說 哎 余將軍拜託 你這個 我們都很看好你啊 這個助理費 千萬不要去碰 我告訴大家 我真的是請逐六個助理 每個薪水就發給他 然後大家說 那你選民服務怎麼辦 各位 為什麼我跑通告跑得這麼凶啊 這要給錢啊 議會只有2萬塊錢 你知道嗎 選民服務費2萬塊錢 我住房子都不夠 公公安有7.9萬 每個月 對 那滿不一樣 議員多的多了 對 我們沒有接受他這個匯政 我們沒有 我們都自己賺啊怎麼辦呢 對 原資也很辛苦啊 這選民服要做啊 紅白鐵要跑啊 原資搶通道搶的可凶了 對 這原資就絕對不會貪污 你知道為什麼 他有努力在拼經濟啊 對真的啊 不然你說怎麼辦 議會給了2萬塊錢 我跟你講 你找一個2萬塊錢的店面給我看啊 絕對超過 都貼水費 電費 你說選民進來說 對不起 那個老闆說沒錢了 所以今天不開冷氣 是像話嗎 當然開冷氣 所以我講 高宏安 要當民意代表 只有一個辦法 就是咬緊 勒緊褲腰帶 咬緊牙根 就是坐下去嘛 不然誰叫你去坐 那你現在做新竹市長 難道你覺得說 沒有啦 我只是詐欺而已 按照黃珊珊的講法 他只是詐欺啊 他沒有貪污啊 那郭台銘在正號背後寫的 不能貪污 下面括號 詐欺渴嗎 那沒有這樣子的 括號詐欺渴 不要貪污 詐欺渴 或者是括號 46萬以下渴 以下可以 對 這沒有道理嘛 一毛錢都叫貪污 我猜軍中曾經有過一個士官長 就是把軍中的精力不羈品 衣服棉被 那報廢的 他拿出去賣你知道嗎 他拿出去賣 上個禮拜才有一個嘛 就是洗衣機 對 洗衣機 詐欺渴 詐欺渴都還去偷罐頭 都被起訴了 那個洗衣機 那位少將我還認識 真的啊 7,990 對 我們站在圈 他被判12年喔 12年 我的天啊 一個洗衣機喔 他只是覺得 這個軍中這個洗衣機 放那邊沒有任用 很可惜 我把它運回台南的家裡面 我放假回家之後 也要洗軍服 所以洗一洗 等到我退伍的時候 再把它運回 那這樣話嗎 就是貪污嘛 就是貪污 對 有這種事嗎 我放假回去 洗軍服用公發洗衣機 我自己的衣服用我家裡買的 沒有這回事 那就是貪污 7,700塊判12年 那請問 國民黨的 還有柯文哲 還有郭台銘 要不要出來捍衛這位少將 按照比例原則 你看看 46萬可以買多少洗衣機 你的刑期要12乘以幾 46萬零30塊 人家只是 7,790塊的洗衣機 而且人家還買一台新的 賠給軍中 不行 犯後再賠 不行 就跟高朋友 我洗過頭了 我把錢又退回去了 我跟你講已經造成這種事實了 再退無效 否則國軍這位少將 可以循高鴻鞍模式方案 否則都白判啊 鍾身風也沒了 對啊 對不對 但是我覺得 不管是洗衣機 還是喝咖啡 還是洗頭 大家還是自己努力地賺錢 自己的頭 自己洗 自己的衣服 自己買來洗 好 瓷瓶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